这一届六场宏馆演唱会终于完美楼幕 最后一场更亮多安歌 富山上阵的一键毫不切成 观众更自动亮起手机 营造灯海 让一键非常感动 很感谢他们的是 因为来自不同的地方 当一个艺人当歌手 也是比较需要 如果没有支持的人 唱都没有什么意思 但是他还在给你们能量的话 你们做的事情会跟平常不一样 会更加离开 更加好 这次演唱会中有不少危险动作 一键就不幸在第二场的时候拉上了右手人带了 没有办法 这个锻炼大概一年 希望可以表现 但是两场之后因为在跳舞的时候受伤 但是没办法了 这是这个意外的事情 但是希望这种还好一点呢 别的地方再次做演唱会可以再次做出来 给人家看 还行呢 还可以 但是刚刚受伤的时候有点不开心 因为锻炼很久 但现在已经说了过了 没事 还是有其他的表现的方法了 我觉得 还没断还可以 而在第五场的时候 北来只是来捧场的黄金兄弟 更突然走到台上跟一剑一起合唱 相当惊喜啊 我们通常都是 因为我猜不到他们 他们也猜不到我们做什么事情 这个就是我们黄金兄弟 真的很开心很开心 至于太太盲家慧 更是坐在台下看足六场 她全程陪伴着一见的父母 难怪一见也含有的在台上 公开感谢太太了 我觉得不公平了 谢谢很多人 不谢谢自己的太太 我觉得不应该了 应该要一点点也需要了 差不多了 因为它是别的事情 安排就是 譬如说我爸妈妈妈坐在哪里 我的朋友 所以她很忙 所以她有别的工作 从来都不会打扰我 自己做 她好像平常一样 可能煮菜给我 只是平常一无一样 没有什么分别 相信郑太太在台下听到 也会觉得很甜了 香港报道 content 你还会不知道 你还没人闻 那我还没人闻